北 北 略斜 挑上去 短的 折一下 北 右 右先寫撇 然後再寫 橫畫 這個右 比順是這樣沒有錯 因為王羲之都這麼寫 左 左字長高 橫畫縮短 撇拉得很長 往上寫 往上寫 下面這個撇的襯托他寫得很長 光 光這些 點畫 一定要做到鋒芒畢落 十分清楚 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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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ancing 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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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�데 鋒 然後又寫過,寫得很直,然後很長,勾上去 密,寫扁一點 點,點,點 七,七,拉開 那這上面一個筆畫多,它可以壓得很扁 裡面距離都很近 這個不太像那的那 這倒很特別,它這裡都要挑上去,一般都是寫兩個橫畫 右邊書畫比較長 魚 撇長 點短 橫畫 下面寫著方印 撇短 點略長 帶其他右點,壓下去 頭 然後,反正只要寫到這種方框的,都要寫得夠扁 類似方框的,除了扁以外,右邊這邊,折還是要夠重 因為它一向把遮下來的筆畫,寫得非常厚實 不能打折扣 軟,這種字最難寫的 大概沒有人喜歡寫這種字 但是,我也不喜歡這種字 原則上就是,橫畫空隙少 這個稍微降低 斜度,斜度,斜度,右邊也稍微降低 然後,斜度,斜度,這其實比較平 那這隻鳥要擠進來,真的有點困難 所以,你會發現它斜的比較開 節省一點空間 那,這裡面兩個橫畫 第三個橫畫,略長 好,點從最外面慢慢的飄進來,飄進了 通常它習慣把後面兩個點連一起 把法記的記著,它寫得真的,寫成這樣是蠻漂亮的 寫非常緊,間隔矩,安排得非常好 書密也做得非常好 好,這邊密,這邊書,這邊書密也做得非常的均勻 沒畫腳,夾一點粗息 拉長,再把它口壓扁 好,擠 好,擠